我那個時候才剛出社會 是很低階的員工 那當時呢 我進入的那個公司 也是知名的公司 那個女的總經理 當時是40歲 她非常的能幹 她就是把一個 國外引進的時尚品牌 搞得紅紅火火的 我到現在對她的印象 還是我一看到她 就覺得她非常美艷 她身材很好 而且她很喜歡 穿那個肉質的涼鞋 在那個年代 她就塗那個黑色的指甲 有就是艷利到不行的女強人 她雖然很漂亮 可是她真的就是 有女王的氣場很強勢 那那個公司 因為做得紅紅火火的 所以他們就跟那個 廣告公司有合作 那我就記得 當時配合那個廣告公司的 那個總經理是個大帥哥 據說也是離婚了的大帥哥 所以我們這一位女總 她也離婚了 剛離婚不久 她好像在追這個 那個廣告公司的總經理 對 那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感覺呢 是因為我們這個女總開車出去的時候 都是開賓士 那公司附近 我記得我們那個公司附近 就是當時有一個大的商場 飯店的 那我就記得她有一次她的賓士車 大車子她停不進去 那她竟然就馬上call 那個廣告公司的總經理說 叫她過來 幫她停車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那旁邊同事不能幫她嗎 可是我當時就有一種塞呆 她好像在撒嬌的那種感覺啦 然後另外一次我印象好深刻 雖然已經好久了 我還是好深刻 就是有一次在公司裡五點的時候 那個廣告公司 對不起 所以那一次就真的是 那個廣告公司的總經理 下來幫她倒車 對 就是坐計程車過來 幫她把車子停進去 哇 坐計程車過來啊 可見其實公司的廣告預算是不小的吧 對 對 對 但是我們那個總經理也是條件相當好啦 只是我覺得她這個動作 應該就是一種塞呆吧 我的解讀是這樣 可是有一次就是那個廣告公司要來提案 以前的那種提案都是創意部的人 做成三個大的錶板 然後要我們這些業主去挑哪個比較好嘛 好 那次據說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廣告公司的總經理 男的總經理他不知道是怎麼了 他好像在我們的老闆 前面誇了我們那個連鎖店的某一位店長 那個某一位店長他是真漂亮 又年輕又漂亮 所以他這個舉動好像惹火了我們老闆 只有那次 禮拜一下午五點的那個提案啊 我就發現了 就是我那時候剛出社會 我非常吃驚的現象 就是那個廣告公司的人 把那個精心製作的廣告板 來做提案你可以發現他們花了多少的心思 因為我們是大客戶嘛 結果我們那個女老闆 她其實看都沒有看 她就是這樣掃了一眼 然後她就做出讓我很差異的行為 她就把那個錶板就是一個一個摔在地上說 爛死了爛死了爛死了 然後就大發雷霆說 你們是拿這種東西來 來這個 虎我嘛 然後他就當場對那個來提案的 那是經理 總經理沒來 對他說 明天早上九點重提 你們要是不提的話 就不要有 就是我們就不要你這個廣告代理商了 而且叫你們 總經理自己來 好好好 這就蠻明顯的啦 可是當時我還年輕嘛 所以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他還覺得說自己 做錯了什麼事情的那種感 那種Fu 那第二天那個總經理也真的 就是拿了新的提案過來 然後老闆看到他沒開眼笑的事情 也就沒了 就沒了 那個洪宜我幫你補充一個職場的這個男性 就職場的暴力是來自於女性 這個案子是後來就希望說 對方能夠道歉 然後停止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是和解 是有一個就是 可能就像他這樣子長得不錯 然後在公司裡面 然後呢 他們就有一個女主管喜歡他 喜歡他呢 可是他已經結婚了嘛 這個子遠已經結婚了 而且他是很愛家 然後呢就是想辦法要生小孩 就是希望有個小孩出來 那這個背景大概這個女主管知道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他 總而言之這個女主管是每天如果看到她的時候 都會找個機會跟她碰頭 然後每次碰頭的時候 都會看著他那個升職器的那個部門 那不管他穿的是這個 譬如說他們公司規定 每個禮拜三或者禮拜幾是休閒日 他就穿運動裝 規定大家要穿運動裝 還是穿那個鼻挺的西裝 就是每次進過那邊一定跟他講說 今天什麼尺寸 不然今天 裡面是不是放衛生紙 這個這樣有害我 都是講一些跟性有關 對 女生 他這個主管就會用這種 性的這種字言去跟他講 那當然不舒服 他其實先以為他開玩笑 然後他就不理他 可是他後來就像剛剛那個 那個文人說的 對 就是叫他到辦公室 他說我每天都要跟你說 你都沒有感覺 他就跟他講說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他就這樣子直接回答 因為他就說 我跟妳說 我這是我們任務的部門 所以妳的請察 什麼對我來說很困難 那是做實品 所以你請察什麼 我當然也要注意看 你出去人家會感覺怎麼樣 他就用台語這樣跟他講 所以我每天都會注意妳就對了 後來他就很不客氣 回答一句說 我做實品的推銷 跟我請察 就是跟我局部的穿著 有什麼問題 他就問他跟我局部的穿著 有什麼問題 他就說 妳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 我在意的話就是問題 他就用職場的權利 好討厭喔 對對對 就是真的是討人厭 後來他就是 他為什麼會來找我幫忙的時候 因為是因為 他自己有痛苦 因為他的經從太少 他正在就醫 你懂嗎 所以那一部分對他來說 是很敏感的事情 所以他就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他自己 心中已經有毛病了 再加上這個主管 每天都挑他一個部門 所以對他就很難過 後來他就跟他太太說 他想換工作 那事實上 他這個工作的薪水是不錯 而且他業績也做得不錯 所以他太太就跟他講說 那不然我們就來找我 就是說我們來想想辦法 本來我跟他講說 可以直接找勞工局去申訴 後來他就說 他們還在乎這個工作 那這個我就間接透過 譬如說間接透過洪雨 去跟他去調查一下說 他們這個公司裡面的情況怎麼樣 後來結果就透過一個朋友 就譬如說認識你這個女主管 就跟他講說 聽說你這個跟一個男的職員 經常跟他用這個性器官 來做開玩笑 那個是沒有關係 他是年輕人不懂 媽媽要應對 但是他又需要這份工作 可是就坦白告訴他說 他是有 他現在想要生小孩 他自己本身經醜太少 正在就醫 是不是能夠針對這部分 停止這樣的一個 一個... 騷擾 這樣子 結果這個女的聽說 當時是因為聽到 我的名字嚇到 就要願意出來 因為他認為我是幫女性 我跟他講說 在職場上不分性別的 你如果照就這樣子 不能說因為女權高張 就忘記男人 也有這樣的權益 所以就會是和解 他就是正式跟他道歉說 真是很少見的例子 是女生對男生騷擾 對對對